就是我们把水果愿过来 找他们这边这个市场的档口帮我们代卖 在这个卖的过程当中 我们需要消应的管理费乱七八糟的 9月12号 胡老板从山东发了1195盒秋月梨 到嘉兴水果市场的档口 他说当时正值中秋节前夕 市场价差不多是40块钱一盒 自己的成本是36块钱左右 但是我们发回来之后的第二天 接着就是说是30块钱 就低于这个市场行情 甚至低于我们的成本了 那你如果按30块钱卖的话 那我们就亏钱 所以说我们就没同意嘛 就在这个没同意的过程当中呢 就是说他就把我们的货呢 就是说放到冷库了 就不给我们卖了 因为怎么说呢 货到地头死嘛 这句俗语是指 货物运到目的地后 无论价格高低都必须尽快卖出 否则会增加成本和风险造成损失 按胡老板报的成本价 如果按30块钱一盒卖 那么1195盒秋月梨要亏损7000多元 9月26号 他从山东老家赶到嘉兴水果市场 将档口的货挪走了一部分 找别的档口贷卖 就我们一共是挪走了是794件吧 还剩下它的档口 还有358件 多少钱卖呢 也有30多的 20多的 它关键的问题所在是 在我挪货的同时 我发现我们的 就是说这个礼盒带丢失了 因为我们的礼盒带 跟这个离子它是配套的 然后丢失了是952个 这个358件呢 在他们给我卖的过程当中 就说损坏有100箱左右 就礼子就烂掉了 然后到最后说我们第二车货 就导致我们亏损有16000块钱吧 胡老板提供的照片中 礼品盒里装着8个礼 他说因为个头大小不同 每盒的个数也不同 不过总重量基本控制在8斤半左右 双方聊天记录中 9月7号 档口第一次问胡老板拿货时 说好的价格是40元一箱 要600箱 最后一共发了1218箱的货 这是第一批秋月梨 烂了的100箱梨 基本上都是第一批的 9月10号 档口业务员说 再发一车礼盒 让胡老板他们安排一下 这一车就是胡老板反映 出现争议的第二批梨 这次我们都在沟通啊 对吧 因为没 那他们我说 有客户出这个价 或者行情不好 那么会跟他们沟通 我们业务员也有超速的嘛 因为是贷卖的 因为他会跟货主沟通 就是说这个价格 你愿不愿意卖 那么我们业务员跟他沟通了 他说不愿意卖 因为亏钱嘛 这个理解啊 亏钱嘛 他们不愿卖 他们也 那我们业务员就没有 做这个销售了 那他说不同意了之后 你们就没有再帮他卖过这个 就放到冷库里去了 这个是因为水果有货架期的 对不对 任何水果都有货架期的 他们不同意卖 我们说不是不卖 因为行情不好 何老板说 中秋节那段时间 加兴气温仍有30多度 梨放在室外难以保存 对于何老板的说法 胡老板当场进行了反驳 因为毕竟怎么 不论我们是口头 或者说我们当就要开始 那个啥的时候 就达成这种所谓的合作了 你们的档口都没有给我们摆 当时我跟那个姐说过 你可以把大部分的货放到冷库 你别摆个小样 我觉得这是应该正常 这是作为一个正常的销售 或者代卖方 应该履行的职责跟责任 我们当时连个样片都没有 就这样给我们扔到冷库 我们冲着你们来了 冲着你们民族来了 这是个什么原因 记者看到 档口里面摆着满满当当的水果 靠外面的是各种水果的样品展示 有散装的 也有礼盒包装的 里面更像是库房 各种包装好的水果 分类码放整齐 然后那个礼品袋是什么 黎配带这个东西 他所谓的发过来 因为我们是点那个 点那个货 建树 我们核对好之后就好了 因为黎配带他是 因为这个东西要赠送给 因为中秋节 他们零零的 零零的 这个是属于赠送给那些客商的 就是福袋的 他说发过来有这么多 那么我们可能当时也是一束缚 反正就是说 没把那个礼品袋点清楚 但是我们的货乱是点清楚了 对吧 那么就是说 那么我们要核对一下 我们正在协商这个事情 就是说我们核对 那注意少了 那我们有工作上的事物 我们会补 这个东西事实 100箱左右的烂果该谁担责 双方没能谈拢 市场方面表示 针对烂果合理品贷的问题 会再组织双方沟通协商 1818红金眼记得报道 我们下人了 站好 我们下人了 请不吝点赞